兄弟们,今天我缴获到一把顶级进枪 它的属性实在是太厉害了 打在人身上实在是太痛了 非常的爽 就算蓝胖子在我面前都不开一击 开局刷在了boss点旁边 咱们先去把它给刷一下 刷着刷着,外面还跑进来一个瓢仔 你想干啥呀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钻洞啊 boss死掉了已经无甲 还是辐射区里面比较肥 来到河道小门之后 我听到了一个脚步声 我第一时间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个六套 结果我听着它往后面跑出去看 又是一个瓢仔 怎么都塞子没了还这么穷啊 但是你别说,它竟然还有辐射板 进辐射区吧 整个地图最肥的人应该都在里面 现在我已经不想开箱了 来到这边之后发现两个六套 果然这里面才是最肥的 我打算等它们先打起来 我再措受愚翁之力 结果看着看着 一颗火都到我脸上 不是大哥,你们先打呀 不要打我 我只是一个吃怪群众而已 对对对,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打完了没?打完了我来了 卧槽,你个狗 它包都没来得及甜 这就是,螳螂不差,黄雀在后呀 为了避免自己成为螳螂 安全起见,还是蜂烟在填包 好家伙 他打了这个人什么都没有 装得一塌糊涂 他掉了一个六级包 就在这时,又跑过来一个 看到没,还好我封烟了 不然可能已经死了 打中两枪,打中两枪 直接秒掉 竟然还敢露出位于我 我靠近毛发财了手的马 赶紧封烟,赶紧封烟 这个包必须要赶紧填 哇塞,太飞了吧 金光竟然是金色G3 希望属性不要太差 我自己也带了把金色的AWM 但是是垃圾属性的 躲在这里看一下属性 nice,空心弹头属性 起飞了呀 对四肢伤害增加20 那把枪打人可太痛了 看我用它直接杀穿辐射去 嗯,现在我已经腰肠万贯 但我依旧不会满足 因为我现在仓库什么都不缺 所以我放得很开 就算掉东西我也不怕 BOSS点有一个脚步 它正在打BOSS 咱们利用它开枪的声音 掩盖自己的脚步声 嗯,好像被它发现了 发现了,那就直接干 直接秒掉 看看这伤害恐不恐怖 我感觉我都没打中它几枪 它就死了 又掉了一个六七宝和独眼龙武器 又来了又来了 外面又来了 这个人拿了一把普通的机散 在我这把枪面前 你得叫我一伤大哥 笑死我了 它第一颗虎把自己屁股给烧了 算了要不是我点错了跳跃键 它可能已经死了 不过问题不大好吧 看我怎么打 我往前被封烟断它后路 然后另一边直接冲就行了 跑得真快啊你 还好看到它的脚 不然还真让它给跑了 又来个脚步声 这个是个瓢仔 它二话不说 又去把我的包给舔了 哦和 还好我这个包爆的是金光 不然还真让它给吃饱了 把boss给刷一下吧 boss掉的是黑卡 再把这个六级包给拿上 再去找人打架下去 偷袭 又是个小瓢仔过来摆瓢的 突然我发现黑门被开了 并且在地图上还看到火燃烧的图标 证明有个人开黑门被堵在里面 看到里面的人了 是一个没有头的男胖子 他没有防范我这里 他才防范另外一个人 一颗雷送他归西 再把另一个堵他的眼也干掉 全是我的 只可惜这个人没有掉钢铁套 掉了一把精致的维克托 这把枪没啥用 没空都用不过来了 不过还是感谢他 替我把黑门给开了 你的手还不错嘛 至少不是地堡门 最后再把火箭的箱子 全部给开掉 本来都打算撤退了 没想到回来boss点又听了一个脚步声 还是这一周往这里火火 然后从另一边直接进攻他 虽然我的棒里有一堆的东西 但是一点都不太怕的 这就是金枪给我带来的自信 拿下拿下 又掉了一个头装备 其实我不想要的太多了 所以这个六级头就不要了吧 刚刚我还丢了一件六级甲呢 最后也是成功撤退 转了一把顶级属性金枪 美滋滋 好啦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